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不可插入名词的所谓的片语动词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 两个字组成的短语动词或者两个字组成的片语动词 这中间可不可以放名词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问题在 那基本上的话 它有一个准则很好判定 就是第一个 只要它这个动词的话 基本上是做不及物动词加副词的这样的一个片语动词或短语 也就是说不及物动词 它本身加副词的这样的一个短语形式 理论上它在后头加这个名词的时候 它只可以在后头加名词 而不可以放在这中间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这个动词片语或者片语动词 它本身是及物动词加上所谓的副词的话 那它是可以放在中间的 你用这个准则去思考就很简单 所以说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把几个常用的 我下面这个列举出来 这些就是所谓常用的不及物动词 所以这些不及物动词 如果再加一个副词 变成一个所谓的片语动词的情况之下的话 是不可以把名词塞在这中间 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句型 我们用switch on 这个东西 switch on the radio 或者是switch the radio on 或switch it on 用it去代替the radio 这样的做法的时候 因为switch它本身 基本上它是一个几乎动词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使用的情况之下的话 它就可以把名词塞在所谓的片语动词之间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考虑 我们就必须要去收集 因为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去解决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找出 所谓的不及物动词 那不及物动词就是后面 不加名词的动词 那这个不及物动词还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 我们今天讲常见的不及物动词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绝对的不及物动词 另外一种是 有些动词它同时有做及物 跟不及物解释 当它做不及物解释的时候 像look当看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look at这个东西 它就不可以在中间 在一个look at之间插入这个名词 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强调 其实我们在研究这个语言问题 或者建立所谓良好的语言习惯 解决问题才是一种王道 你必须找出一个方法去做切入 来让自己的语言变得更好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英语思维大突破这本书 谢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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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